我们的成语故事又在说一个成语 宗庙设计 宗庙现在我们用的是这个庙 它原来是这样子写的 等一下我再解释这个字 它源自于《易经》里面的正观 那么正卦它是六十四卦里面的八卦主卦 钱对离正训坎梗坤正卦 那么它在六十四卦里面又排在第五十一卦 它排卦 当然了这个《易经》里面的排卦 它有它的一个依据 而且呢在《易经》里面呢 它分金和转 金和转 这个读转 金转 那么金呢就是每一个卦里面都有一个卦区 都有一个卦 卦池 这个卦池就是金 还有一部分是《易经》 还有一部分是姚池 这也是金 而解释这个卦池和姚池就叫转 那么转里面呢又分很多种了 里面有唾 里面有唾 有相 有训 有说 有文言 这些都是一个篆来的 这些东西呢 表明的是对这些状是解释这些经 那么在正卦的卦词里面就讲 正来兮兮 笑颜雅雅 这个正来就是我们在夏天 一个异常雷电大雨来的时候 这场雷电把大地都震动着 我们感觉到一种恐惧 一举一种正的突然之间来了一种震惊的状态 正来兮兮 这个兮兮就是正来我颤抖一下 突然之间一个雷电笑 笑颜雅雅 过后 这个雷电一过 原来刚才是打雷 就笑颜 如果是独自一个人 就咪咪嘴笑了一下 没有出声的那种笑 正经百里 这个雷一来真是百里都正经 不伤必畅 不伤必畅就是不会失去 这个伤就是失去的意思 不会失去 我们用来搅我们的汤的那个汤匙 这个唱呢 就是放在类似我们锅里面的一些东西 放在里面的那些汤 肉 菜 他不会失去 正经 虽然这个雷响的正经百里 但是也不会失去这些东西的 这些东西必畅要来干嘛呢 以前的人 特别是在我们的汉文化里面 特别讲究的就是济世 对济世是作为不管是族人 族长 或者是我们的天皇 地皇 最看重最重要的就是济世这样的一个礼仪 这个必畅就是用来做这些东西 好了 这个相词里面就解释无伤必畅的意思 他说啊 诶 这个接王位的人 他可以出来了 他可以守宗庙设计 诶 这个人不是必畅 这个人就出来可以守必畅 就是类似于接王位 打个比方就是现在日本的天皇 新一代的天皇出来了 他接了上一任天皇的王位 诶 对了 他就可以出来做这样的事情 可以守宗庙设计 以为自主也 以为自主也 就是用来 由他来主持这个祭制 所以宗庙设计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宗庙它主要在我们的汉文化里面 一直一直对宗庙很看得重 很看得善远 宗庙宗庙 宗就是我们宗族 流落在南方的很多的村落里面 包括广东广西福建 还有安徽 每条村落每个姓它都有它自己的宗旨 这就是宗 庙是皇家用的 类似于我们这个姓有一个宗旨 这个皇家就不叫宗了 比我们的宗要高一个档次就叫庙 现在我们都把庙当成和尚或者是道士用的 其实最早的庙是皇家用的 用来做皇家摆放他们的祖先 排位的地方就叫庙 可以手中庙设计 设计以前我们的前人对设计是历来都看得很重的 因为我们的社会它必须要有吃的来源 这个祭呢就是一种高粱 也有人说它是小米 但是很多的书 前人的解释 这个树就是高粱 高高在上 长得很高大 好 等一下我们再解释这个树的时候 再见 好 这个宗庙设计 成语就介绍到这里 它主要是来源的环节 好了 我们照个字句子 我们的祖先历来对宗庙设计都很看得上 也希望我们的设计能平平和和 这就是我照的句子 好 那么下面呢 又抽两个字出来解释一下 第一个就是妙了 现在我们是一个 现在这个字我们简化了就读广 其实它不读广 它读眼 眼 眼睛的眼这个发音 它其实就是乌语 这个眼就是乌语 它可能是建在山梁上 所以这个字 我们很多的字都用它这个字头 读眼 那么广字另外的广字是另外一个字了 它本身是一个字头 再有一个呢 里面有一个昭 昭昭暮暮 昭昭气气 昭气 昭 它就是朝 表示 太阳 太阳 在朝里面 升起来 而这个早上 这个出来的这个 太阳 出来的时候呢 它还有 像一个 弯弯的周 弯弯的月亮 这个弯弯的月亮 就像一只边周 我们这个周字 就是这样子来的 后来慢慢慢慢简化 那又把这些过程去掉 就把它写成了 就是月亮的月 这个早上出来 我们经常见到的 太阳爬上来 西面的月亮还挂在天边 这就是朝 早上的早 早 现在我们用的是这个早 其实这只朝 我们经常说朝阳 朝阳出来的时候 就是万物开始 那一种 有生气的这种状态 因为太阳出来 万物生长 靠太阳 这个太阳一出来 万物 都有一种生气在那边 这就叫做朝 那么这个庙呢 为什么是这个朝和这个 就要在一起呢 其实这个庙也告诉了我们 建的这个建筑里面 我们有祖先在那边 就好像太阳与月亮还在天上 每天的早晨 使得我们感觉到 我们心中 每天都是一个明亮的开始 所以就庙 很容易解释的这个庙子 这个庙子 就能讲得通了 那现在呢 一改成 一改成这个状呢 我们没办法 说他什么理由 我们的汉字都是他有他特定的一些含义在里面的 这就是六书 六书是出自于我们的汉书 汉书里面的一文字 讲的我们的汉字六书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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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二个 第五个假戒 第六个行义 这就是我们的汉著组成的六书 好了 这次我们讲的成语故事 宗庙设计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谢谢